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甘主 欢迎收看三个切切礼拜师的观念电影新闻 道南町的菜鸡专家大教部在镇120公斤的菜鸡 今年来由气候变化让野生的味香越来越久 第四菜鸡收粉的时间也够 都明知后是自己用人工收粉的方式 不但不方便 成功的结论也无关 从菜鸡的火搬下来 农民回来的菜鸡做人工收粉的工作 因为近年来味香的所有量是减少这么多 为了菜鸡三量只好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临近的地方它有养蜜蜂 它在三月底之前 它们蜜蜂还不会移开 多多少少会有蜜蜂来收粉 那到四月这边就完全全没有蜜蜂了 所以说就必须要靠人工来收粉 虽然人工收粉只是简单的几行工作 不过也要是要让每一粒火都可以来收粉 也要是这些没有简单的事情 农民也真希望有蜜蜂可以来到三天 如果新工速度快 效率要给人工收粉更好 蜜蜂涩粉的话 它是在里面 它是专在这个里面涩粉 人工涩粉的话 它是从在表面涩粉而已 所以蜜蜂它是专在里面 柱头里面的这个地方涩粉 因为它有花瓣 保护着 所以就不会说 因为涩到那个风太大的话 把那个涩粉的东西 那个涩粉把它吹掉 因为我们是围请那个专业的蜂农帮忙做放养的那个动作 那可是他们也需要去在农园蜜期间去采蜜 那我们这边就是让专区里面的青农市的养蜂 那就是在需要授蜂的时间维持专区里面 大概有30至40个蜂箱左右 可以去帮忙做授蜂的动作这样 短店的菜贵专区 台队有120公斤 要是出所良最好的味蜂 也就是一项很大的工厅 不仅都会在接近努力当中 期待未来可以来解割过程的问题 既然同意 参谱到 carpet 停锅 收拾 特别 有了 有了 因为农园的 颗 还需要 起初 我 打开